老花一美日一答 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老花一 我三角梅光杆了 现在呢 之前凤凰掉叶 现在渐渐变黑了怎么办 现在是水大 宝贝你叶子掉梅不要紧 三角梅有个别名叫光叶子花 三角梅其实真好样 只要是你光照给猪 每回等叶子发芽了再浇水 适当的用点肥料 通用肥就行 对土的要求不高 对肥的要求不高 但是对于光照的要求高 光照多给一点 对浇水控制一下 不甘别老浇 一直开花 然后枝条很长了 你现在还不存在枝条很长 枝条很长了修剪一下 一直爆花 只要是那种芹花的品种 还有一个点就是 你看我收到的也是一盆的两颗 我就给它分成了两盆 不是说在一个盆里面 因为在一盆里面打架 你知道吗宝贝 可以分盆啊 不过现在状态没什么大事 就是你浇的水有点多 别的没啥 像个臭宝说 风铃炒水大了 叶子浇边了 怎么养护好它呀 很正常我的宝 这个东西呢 喜欢阳光 但是还不能强光暴晒 要略微的30%到50%的折音 才会更好 然后呢 这个花期是比较短的 一般在半个月左右 这就卸一拨花 卸一拨花以后呢 需要您的修剪 这个时候还需要施肥 没有肥料的话 它下拨花开的就不好 好吗 我那个反正就已经嗝屁了 缺水汗似的 下面叶子黄不要紧 就像我给你开玩笑 老实说 你前女友瘦了 你不用管 下个臭宝说 月季叶子出现这样 咋办呀 月季叶子骨包了 骨包了的话 如果说只有一两个叶片 问题不大 因为上面开花 下面总会找一些乱 对吧 你比方说你结婚了 你前女友给你感情好了 肯定是得 心里边难受 也得起个包子之类的 不管 就得不去 心里不来 现在开花时期呢 加强一下光照 适当的施肥 这个时候是可以补磷酸 二清甲的 这样的话 让子猪开花更加的壮 别的没啥 偶尔一俩一俩 你管那些 一个人寄买的 果子阳台花朵不大 花朵多少号 麻烦给看一下 光照不够 浇水过多 别的没啥 别的没啥 光照跟温度 还是差那么点点意思 你像现在这个季节 可以放到室外了 放到室外没什么问题 有的话说 果子阳台不是不需要 多少光照吗 它相对于其他月季来说呢 耐英雄要略微好一些 但是还是需要一些光照的宝 浇水稍微控制一下 略干一点再浇 别老是水大 别的没啥了 下个臭宝说 无尽下脑袋锤的厉害 能不能剪了它 可以剪 进盆之后就支挺了 稀里无常 浇水感觉没啥用 头片发不出去 现在呢 之所以稀里无常是在 它花苞期间 你没有适当的追思一些 零酸性甲和花朵二号 刚才我们 后期小哥说 他用了奥绿了 我给你打个比方说吧 你十三四岁的时候 是不是长得很快 长得很高 你容易缺钙 是不是这个阶段的孩子 都容易缺钙 你也吃了饭了 对吧 奥绿呢 就像人正常吃饭 你像花朵朵和零酸性甲这种的 就像于加强营养 吃钙片之类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个呢 奥绿叫底肥 像那个花朵朵和水溶肥 营养液之类叫追肥 但是要搭配着来 你光吃饭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你身体长得快 或者你怀孕期间 明白这个意思吧 你一盖它就行了 下个臭宝说 我是北方的 最近入手了山猪月季 看错了 怎么才能 没事啊 现在就是你控制浇水就行了 略干一点再浇水 植物很神奇的 略干一点它自己长根 根系很快就长满了 月季长得比较快了 可是大一点不要紧 就是控制一下浇水 加强一下通风 和自己的日照 别的问题一点都不大 好了 咱们在今天的洋文竭 简单就到这了 就刚才之前 那个吴京夏的那个花朵呢 现在是可以修剪 你也可以用个树 树干之类的 给它绑一下 固定一下 好吧 因为它站不起来 你可以人为的辅助一下 别的没事 其他洋文竭呢 视频要留言 老婆一 眼花最难一 学不得就点个赞 下一个点 喂 嘿嘿 嘿嘿 嘿嘿嘿嘿